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我是这样子的 图片来源123RF.COM.CN正版图片酷扎西 一口亮牙 不仅关乎健康 而且关乎面子 可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每天刷牙 牙齿总是感觉不干净 还会有好臭 牙瘾出血 尤其我们牙医间的大白和见证医生来为大家解答 好臭 牙瘾出血总是好不了 可能是牙结石在做怪牙时 也叫牙结石 是一种牙垢 是沉积在牙面上的 已经盖化 或正在盖化的沉积部 这主要是由唾液或银沟液中的矿物盐沉积而来 就如同烧水壶内形成的水垢 图片来源 和见谅医生提供医 牙结石会影响美观在形成之处 牙结石是乳白色的软软的污垢 这时候通过刷牙 牙线 漱口水等方法认真刷牙 就可以把牙齿上的软垢取出 但很多人刷牙 做不到完全刷干净 日久天长之后 牙结石经过盖化慢慢变定 甚至变黄 变东 变黑 此时就很难通过刷牙的方法清除了 二 牙结石会带来口臭口腔内长久堆积的牙结石 很容易破坏牙引入头和牙周组织 引起急性或慢性的牙周炎 各种柴臭气的细菌 更容易聚集在牙结石周围 释放出难闻的挥发性硫化物 然后伴随着口腔呼出的气体 一起呼出一种特殊的味 三 牙结石会毁掉牙齿牙结石 对口腔而言是一种异物器 它会不断刺激牙周组织 并会压迫牙银 影响血液循环 造成牙周组织的病菌感染 引起牙银发炎萎缩 形成牙周带 当牙周带形成后 更易使食物残渣 牙菌斑和牙结石等的堆积 这种新的堆积又更进一步的破坏更深的牙周膜 如此不断的恶性循环的结果 终止牙周支持组织全部破坏殆尽 而使牙齿最终拔除 牙结石怎么应对 认真刷牙 定期看牙 在牙结石形成初期 可以通过漱口和刷牙的方法 去除还未变硬的牙结石 施牙周周边保持清洁 但如果牙结石已经很严重 那么需要去医院结牙 也就是洗牙 口腔问题 五小时 口腔问题 五小时 一直是我的信条 对于这个颜值很重要社会来说 一张好看的脸 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很多帮助 一口完美的牙齿 又占了相当大的颜值分 可很多人往往只会简单的刷牙 面对多种口腔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有针对性地预防和解决 我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口腔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社交时的困扰 但很多时候 笼统的常识 又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精确的口腔不得需求 想要去看口腔门诊 又对洗牙 美牙 整牙等项目不了解 所以 我和丁向医生联手打造了口腔 问题影响社交 医生教你如何预防和解决课程 在这次课程中 我不仅会与你分享关于年轻人最常见的口腔问题 也会帮助你了解口腔的日常护理 从而更好地预防口腔疾病的相关内容 口臭 口腔炎症 瞿齿 牙结石 牙面污渍 牙齿不齐 这次来课程 将针对这些问题 系统为大家进行一次讲解 让口腔问题的解决更有值操心 在介绍课程之前 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何健亮 涉江大学医学院这一二院综合牙科的一名牙科医生 更是一个热衷口腔健康知识科普的医生 微信公众号大白牙菌主创 同时也是丁香医生优秀作者和来问丁香医生的优秀答者 在丁香医生 知乎等平台发表了多篇口腔问题相关的科普文章 举办过多次live 致力与用同俗有趣的方式 解读专业科普知识 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口腔健康 如果你也想修正口腔护理误区 get最低成本的口腔健康秘籍 那就快来听课吧 课程时间 7月12日周四晚上8点课程费用 只需19.9元课程打钢 口腔问题如何偷偷影响我们的社交 常见且我们最关注的口腔问题有哪些 如何正确预防和处理口臭 牙龈出血 猪牙和牙色深暗的问题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进行洗牙 正肌 美白的牙齿护理 日常生活中如何最低成本的保持口腔健康 哪些口腔问题可以通过提早发现及早处理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 前往口腔门诊就医时 如何避免踩坑 想快速了解自己的口腔问题 获得一口亮牙 快点击阅读原文 抓紧时间报名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